不管是不是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上了中学也算吧 都有一个心态,就我只做大事,小事不做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大有小,它积累起来的 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比如说咱们上个网 或者今天在这讨论咱们发表的观点 其实这都是在做事啊 这些东西传到国内去 国内的老百姓听了以后 他们可能更明白一点 我昨天碰到国内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 著名的公知了 我不说他是谁啊,免得给他找麻烦 他都跟我说 他出来才一个多星期就觉得 国内的人思考问题 他还不是指那个五毛什么的 就是正常的人,知识分子 和国外差距特别大 他说是一种基本氛围的差距 就你考虑问题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么经常会走入一些误区 人家经常批评咱们海外的人看国内也经常走入误区 这现象也有,咱们不能体会国内的很多东西 所以跟国内,我经常在饭馆里碰到小青年认识我 老魏吧,讲得好,接地气 接地气很重要 咱们海外的人还容易接地气 因为咱们能看到国内的消息 可是国内的经常是 看国外的消息是非常有限的 在当中周围的氛围 他们能接受的东西就更有限了 哪怕你是异议人士 你的想法可能跟真实情况差距还是比较大 所以在国外,我一出来的时候 搞联系会的时候 咱们就两大任务 一个外交,一个就宣传 咱们只能说 你说咱们直接炸大使馆 那也不行,那犯法 美国也不能允许你 那么咱们在这儿是不可能搞武装斗争的 虽然有好多人经常来忽悠我 我怀疑的都是特务 后来还证明 会用你去搞武装斗争的 没错,咱们也成立一个打狗队 咱们就跟周恩来的合备 咱们去杀顾神章 第一个目标是王熙哲 笑死我了 我当然我说不行 咱不能违反美国法律 咱们这个不能做 那么能做什么呢 宣传很重要 就是帮助补充国内人思考问题 他们聪明了 是,事情是他们干出来的 可是他们不一定有我们那么清楚啊 我们告诉他们 给他们增加一些知识 增加一些想法思想 不仅仅知识了 那么他们可能受启发 就会把事干成了 另外我们就是要动员国际社会 从各个角度 动员国际社会给中国施加压力 没有这个压力 国内的所谓异议人士 一个出来还都挺牛逼 你牛什么逼啊 没有我们在那外头努力给争取的话 共产党会容忍你啊 不可能嘛对不对 他怎么会容忍你啊 你整个就在 你说你不推翻 其实你做的事 就是要颠覆共产党的政权 这点很明显 你可以证明 跟他在法庭上变 我没有做颠覆 但是谁 大家心里其实 彼此心里都清楚 你干的就是这事 他为什么能容忍你 国际社会压力很重要 没有这个压力 你怎么可能在国内待着 我异议人士 我还来去自由 你怎么可能啊对不对 到处收着钱 国外钱也收 国内钱也收 你没有这国际社会压力 你在国内就做不成 所以我们组织国际社会的压力 或者阻止国际社会后退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是咱们海外人能做的重中之动 不要说老魏你能到国会里 跟人说话 我们不能 你跟你们选区的议员说话也可以啊 你跟你的邻居朋友说话 动员他们去影响选区的政治家 也也是工作啊 潜移默化工作咱都可以做啊 这都是在做工作啊 不是说只能 国会说服议员就怎么怎么样 不是说只能干大事 咱们小事也是事 那你觉得国内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应该能做什么呢 那能做事情就多了 你比如说有一个异议运动 比如人家那个维权的在那搞 大家去支持 老病人维权咱们支持 卡车司机维权咱们支持 拆迁户维权咱们帮他们一把 至少在舆论上咱们不要去骂他 咱们在网上咱们支持他 替他们说话 这就是在做事啊 对不对 这就是在做事跟那些参观污吏和共产党在斗啊 恶性在斗啊 原来有一个我记得一个一个作家啊 后来就说他是在那个德国纳粹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呢来抓那个自由派自由派人士在纳粹底下 他说我那个时候呢这个我觉得我不是自由派人士 我不说话 后来呢来抓工会工会的人 然后我说我自己不是工会的人 我也不说话 后来呢又来抓犹太人 后来把犹太人都抓走了 说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犹太人 后来秘密警察来敲我家的门 就没人听到话 没有人听我说话 对就是这样的 大家你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些基本权利 你也得去关心别人的基本权利 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网民做的已经是挺不错的了 是 你像有一个什么一会儿杨家呀一会儿邓宇娇 那全国性的支持 虽然杨家的命没保下来 但是邓宇娇的命保下来了 不能说就是完全没效果 即使杨家死了 大家把他立为英雄 这对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来说 对那些恶警来说 那就是一个威胁 对不对 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如果他们什么威胁都没有了 那他们就可以胡作非非 什么都敢干了 对不对 还是这是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这些事情大家都去做的话 它就会有用 很多事情不是 说我多伟大 我一个人我是毛主席 有了我东方红就太阳升了就 不是这么回事 这都是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把这事情做起来的 很多人做的事情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没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做这些事 你那大事也做不成 对不对 你就跟PNTR说 咱们又说点难听话了 PNTR为什么我们跟共产党斗的话 本来在国会里他们一直在输的 一直输给我 PNTR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给中国永久最后的代价 本来他们一直在输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几件事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异议人士 去支持给中共的PNTR 所以那件事之后 那好几年之内 国会的这些过去很关心中国这些议员 不谈中国问题了 你中国的两个字我都不听 都到这个程度人气坏 我们帮你们中国人争权利 你们倒去帮共产党说话 包括香港那里祝铭什么那些人 也是应该给中国这个那个 现在中国整在你头上了 你就在那嚷嚷了 你们大陆人应该支持我们 大陆人士他们在纽约那会支持他 想去帮香港人一块游行 人家还说你们别来别来 我们跟你们要隔开 我们不是反共分子 这种想如此心态 其实是很有害的 我这次我觉得香港挺好 那您觉得在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待会我们就 休息五分钟吧 休息五分钟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您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 有希望看到中国变成民主化 希望不是现在就来了 已经来了 共产党快要垮了 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至少离得很近了吧 指日可待了 好那我们take a break 我们先到这take a break 五分钟 现在咱们四十五吧 好那コメ节目 如果我们快点 不是